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以这样子来跟大家见面 因为真的太狼狈了 我们现在在冲绳 有冲绳的感觉吗 我们今天早上是坐6点多的飞机 我们4点多 就从家里出门了 然后带着两个小屁孩 超级无敌狼狈 重点是好不容易熬到冲绳 然后要去租车的时候 发现我们竟然没有办那个日文的驾照 既然有这件事 大家一定要笔记一下 刚好又遇到日本的黄金周 所以这几天又休息 总之我们这几天没有车 现在呢在冲绳的outlet逛街 本来是想要记录从头到尾 但是真的太累了 所以go 第一站来到位于outlet里面的一灯拉面 给大家看看菜单吧 我们点了最基本的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 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咸 没有办法直接喝汤 但是呢 小朋友竟然跟我说 这是他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拉面 吃饱马上出发逛街 第一站来到广场 这个广场有街头艺人不断在表演 小朋友看得超开心 入了一小段缩时 带大家一起逛逛outlet吧 特别推荐这件ABC 我们买了好多鞋好便宜 准备回家啦 帆往的outlet好美哦 一上车小朋友就累倒了 带大家看看我们第一晚住的地方 它是位在国际通附近 有点像民宿的饭店 很特别 日本是都这样吗 好酷哦 一打开门超让人惊艳 虽然空间不大 可是竟然有一个自己的小厨房 有微波炉 还可以煮东西 厕所还有洗衣机烘滴机 把马桶跟淋浴间都分开来 淋浴间超可爱 有浴缸 还有提供小椅子 超级贴心 接着我们就出发吃晚餐啦 这附近有很多串串烧肉店 感觉都超好吃 可是我们太晚出门了都没位置 绕了超久 最后选了这一间炸鸡店 它有中文菜单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点了一桌很基本的菜 一开始不知道要点什么 就点了菜单上的主厨精选 这个我觉得踩雷了 我们现在要从纳坝前往北边的名户 耶 我们最后选择坐计程车 而且我们要去猪罗 我们放完东西要去猪罗鸡公园 看恐龙 那就出发吧 车程好像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耶 可以睡觉了 我不要睡觉 抵达饭店 带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住的地方 可是现在太早了 所以我们只是来寄放行李 顺便呢 带大家逛一下这个饭店的环境 它有一个办公阅读区 超舒服 如果没有带小孩 会很想要在这边读书 蛤 超喜欢这一片木柏叶 哈喽 今天是我们来到冲绳的第二天 然后整天经历了一番波折 我们决定 好吧 那我们就要来挑战 不租车玩冲绳 那我们现在抵达的是冲绳的北边 我们刚刚从纳坝 搭计程车到迷户 那总共的车支呢 是加上过路费 总共车支是一万四千日并 是 那我们现在要准备出发去凤梨园啦 耶 凤梨园结束了 还会去Dino恐龙公园 带小朋友去玩 还有还有 恐龙自戒 拜拜 刚到凤梨园的时候觉得好兴奋 他好像一个游乐园 好期待哦 买完票以后 要先在这里排队等火车 他的火车超可爱 是凤梨的 入园后可以在门口拍一张纪念照 拜拜 这些都是小公里吧 好漂亮 好凉 好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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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好玩吗 好玩 耶 有玩意儿 我们本来是计划来凤梨园吃午餐 没想到下车后怎么找都没有餐厅 最后只好在冰店先点两杯凤梨汁 这里也有儿子期待的小小猪罗记事件 简单带大家一起逛一下吧 走出来以后会来到一间伴手礼店 里面超多超多凤梨的东西 看不懂日文也没关系 还有蛋糕可以试吃 这里还有现烤的小甜点 超好吃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餐 带小孩来 带小孩来 一定一定要记得先吃点东西 买了一盒刚刚试吃的蛋糕 这个也超好吃 哇 真的那么小 走出来后来到一个小酒廊 这里超漂亮 卖了超多酒 可是我们带小孩不太方便买 不然好想带回台湾哦 这里也有试喝的凤梨饮料 也有很多是可以自己倒的 让大家解解渴 超贴心 买了一杯看起来很厉害的凤梨冰 不知道是什么 完全看不懂日文 好吃耶 这凤梨超绵密的凤梨 好吃 还有什么形容词 好吃耶 你来试试看 好甜 还有嘞 好甜 好吃 好吃 还换一个人 换一个吃吃 好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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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吃看 要吗 接着走出来 会来到个小酒吧吧 这里也超漂亮的 带大家逛一下 逛到最后才遇到餐厅 可是快吃晚餐了 那就在这里拍张合照吧 打卡成功 回到饭店了 回到饭店了 大家来参观我们今天住的地方 今天住的超漂亮的 一眼望去就是海 带大家来看厕所 带大家来看厕所 厕所也跟昨天一样超可爱的 也提供小椅子 让人家洗澡 出来阳台吹吹风 这里过一个马路就可以到海边了 超棒 我现在要出发去吃晚餐了 然后我们在网路上找到了一间 不行不到一分钟就到了的餐厅 好像也蛮厉害的 他真的就在饭店的正后方 走一下下就到了 这间餐厅很有日本的味道 终于有来到日本的感觉了 昨天跟今天都还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很幸运拍了一组就拍到了 他的座位是这种和式座位很可爱 菜单呢也有分日文版的 还有中文版的 我们点了一大桌 比昨天的晚餐好吃又便宜多了 CP值超高 超好吃 好啦我们的冲绳第一天第二天 就在这告一个段落啦 下个礼拜再来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的行程 那如果想跟我们一样 继承车油冲绳的朋友 记得要订阅我们 跟着我们一起走咯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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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